放入人参矮瓶药水 高瓶药水 绿宝石 哇 粪腾了 大花瓶 也飞 大家好 我是雷哥 今天我们玩的维亚游戏是 魔法师 模拟器 距离上一次玩 又过了好几个月 我们已经制作了6种魔法 每当我拿起一个光球 放进熔炉 就可以生成一种魔法 比如说 这一种化蝶术 无论碰到什么物体 都可以轻松化成蝴蝶 在这里底下有很多 旗子 我们碰一下 哇 全飞起来了 还有一只蝴蝶 停在我手上 那是什么 大家看 千万不要欺负他 他可了不得 拜拜 这边 哇 全是蝴蝶 停 停 一只蝴蝶 又飞过来了 我进去啊 还能轻松起来 换一种魔法 进 我变成一个超级的巨人 这边还有蜘蛛网 弓箭 弓箭 发射 哦 这些桶 还能飞 打下来 哇 全部具有魔法 这里面是酒啊 还是药水啊 颜色还不一样 飞 飞 哇 全部能飞翔 亮光 变小 我们又回来了 再换一种魔法 拿到这个球 放进去 碰什么 怎么就 能飞起来 疼空而起 环绕飞翔 再来一个 钱币 飞 飞 速度飞快 这里有个哨子 飞 哪去了 这里还有古董 飞 我的天啊 碎了 还有大花瓶 也飞 整个实验室没搞到一团乱糟糟 木箱 飞 直接飞到顶棚 收回魔法 第四种魔法 进 第四种魔法能重复我的动作 比如说 这个弓箭 只要射一发 它又会不停的不停的射箭 打击月 12345678 敲 再敲回来 不然重复的动作 火球术 发射 哦 整个都炸掉了 我们今天和上一个新的组合 放入人参 矮瓶药水 再放入高瓶药水 加入绿宝石 哇 奋腾了 新的魔法生成了 这个是什么威力呢 让我们看一看 哦 能够画一个光环 绿宝石 三脚形 这个好玩 圆圈呢 新形 哎 不打圆呢 还可以换颜色 蓝的红的不一样 你没给几个名字 这个法术 被称为什么法术呢 各种颜色都可以 我可以把自己围起来吗 可以写名字啊 V 啊 这个很奇特 还有无用法术 等待我们去解锁 今天我们就 不到这里 下期再见